好 我们看一下这题哦 他说P点坐标-9987 为角系打中边上之一点 那老师问你 今天的点坐标叫Q点 好不好 随地形向性 好 这题哦 老师跟你讲一句话 他长相很可怕 其实内心很善良 怎么说 你看一下 他说P点为角系打中边上之一点 这样行不行 所以第一件事情 P点在第一项线 P点A轴坐标是负号 Y轴坐标什么号 正号 可见P点坐标在第二项线 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系打在第二项线 行不行 既然在系打在第二项线 老师可以知道 第二项线结合谁是正号 赛是正号 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在第二项线时 赛会怎样 大一零 cos小一零 tan g小一零 这样行不行 好 洗到这边之后第二件事情 今天球Q点的坐标 Q是一个点坐标 对吧 挂在这边 斗点撇中间 又判断这个Q点这个点坐标很简单 我只要知道A轴和Y轴正负号是不是就好了 那老师问你A轴是几 A轴是五倍塞系打 减掉六倍cos系打 Y轴是几 七倍cos系打 加上八倍tangin系打 所以说我只要去判断出A轴和Y轴正负号是不是就好了 那很多同学说老师 这P点很丑陋 我需要把sign和cos算出来吗 正题很贴心 不用算 怎么说 你看一下 这时候你看一下 sign什么号 正号 cos什么号 负号 诶 这边正的 减掉负的 负负的正 所以说质量合并起来一定会减按 大A0 好 这样 cos什么号 负号 tangin什么号 负号 行不行 负的加负的 加起来还是什么 负的小于0 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我们Q点坐标算出来 A轴是正号 Y轴负号 行不行 可见老师可以知道 Q点坐标随地向线 第四项线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看一号到这边 麻烦你把这题整理一下